大家好 很高興 也很榮幸有這個機會 向有志於從事私人教練的朋友們 來介紹和解析私人教練的四大證照 我從事私人教練或是相關的證照 的學習和考試已經大概有15年的時間 所謂的四大證照 在這兩三年內 被大家所認同 包括了ACSM NSCA ACE 和NASM 當然不是只有這四大證照體系 也許包括這四個有十個 這是美國NCCA官方所認可的協會 他們所發展的證照也都相當不錯 利用這個機會 我希望能夠跟各位朋友們 來做解析 在各位非常有興趣要快速了解的 包括他們的考試制度 另外他的考試費用 學習的管道等等 如果各位時間有限 其實就可以看 大概就是這兩頁的摘要表就可以 如果時間充分允許的話 可以再往後面再去仔細 去聽解析的內容 包括考試的方式條件範圍 教材 及格率 費用 跟徵照的一欄 從第一張 照料表 我們來解釋一下 現在目前這四張證照 考試的方式 都已經是 線上第三方監考的模式 來進行 他考試的監考的組織 大概不太一樣 PSMVUE或是CASO或是PSI 不同的協會 委託的公司是不同的 第三方監考他的公信力 才能夠讓各方認可 再來就是英文考試 是國際考試的共同語言 再來就是中文考試 大概目前就是NSCA 是自由參加的 ACE的中文需要參加培訓才能夠考 ACSM跟NASM都是英文的 那也許有人會 這個認為說 AMSM也有中文考試 其實我在稍後會做一些解釋說明 那其實是沒有的 再來就是考試時間 大概都是 這個從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那題數呢 大概都是像這樣子列出來 150題 150題 或者120題 那這個考試之前呢 必須要非常熟練 要抓好你每一題 所能夠使用的時間 這樣子才不會太過緊張 那付費之後的考試期限 每一個這個協會都不太一樣的規定 ACSM可以一年 NSCA是四個月 那ACE六個月 NSM六個月 那考到這個證照之後 它的效期也不太一樣 那ACESM跟MSCA都是三年 ACE跟NASM是兩年 那其次呢 在教育學分呢 就是說 如果你考到之後 在期限範圍內呢 必須要累積足夠的這個 時數 在教育學分的時數 那那個 ACSM是四十五個 這個 NSCA要六十 ACE這個 這個二十 NSM二十 所以不太一樣 那 當然就是這個 這邊 上一頁這邊所提到的時間範圍內 所以那個 必須要根據它的規定 去取得再教育學分 那幾個率啊 大概可以看到 大概都是在五六十之間 所以有些協會會 這個 在網路上看到的資訊呢 可能會不太準確 這些都是我經過查證過的 那 NSM是沒有公告的 所以這個 並不清楚它真正的幾個率是多少 那在考試費用呢 做了一些比較 這個是新台幣 就是 ACSM如果非會員是九千多塊 會員的話就最便宜 大概七千多塊 NSCA的話 一萬三千多 會員的話就剩九千六 那ACE是一萬兩千多 NASM是一萬九千多 所以最便宜 整個裡面最便宜 品質最高其實是ACSM 那那個 相對來講 NASM是比較偏高的 在學習管道的話 全部都是可以自由 參加這個 考試呢 或是 參加培訓 培訓就不一定是誰來辦 所以 所以呢 並沒有所謂的官方 或者是 這個 非官方組織 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個 考試呢 就是可以自修去考 那 那個官方 它只會 衝擊量就是辦一個 叫Walshap Walshap它並不是 針對 考試的 而是針對 它的這個制度啊 去做一些解釋 那 那個 對於考試 並沒有實質太大的幫助 那 以上呢 就是很簡單的 說明 大概 這四大 這個 徵照體系 它的 制度面呢 跟大家有興趣的一些 最關鍵的一些 這個 知識內容 那 如果各位還有時間 我們現在就來繼續 來探討 所有的一些細節 那首先呢 看一下 什麼叫做NCCA 那 NCCA 它是 這個 美國的官方機構 它的全名叫 National Commission for Certified Agents 那麼 所謂的四大證照 就是 這邊所列的 ACE ACSM NSCA NASM 還有其他的 大概有十個 那 這些組織 它要通過這個認證 就是 發證照的一些 嚴格的標準 其實是非常不容易的 那當然不是只有他們而已 還有另外一個叫NBFE 那 這個組織是民間的 他們另外定了一套標準 那 這些組織是 包括AFA 或者是有一些 是兩邊都重疊 像 這個 NESTA 它兩邊都有 那 或 這個 就是說 它也同時也達到 另外一套的 這個 標準 所以呢 當然左邊這裡是比較嚴格的 比較高標的 所以我們 在 這個 這一兩年 兩三年 看到的那個 所謂的四大正照 就是這邊所標示的 這四個 這邊所排列 是依照它的字母順序 不是它的優劣程度 好 那報考的方式呢 我把它做了一些精簡 可以看到 像 ACSM呢 你必須要到這個 PSMVUE的 ACSM專頁上註冊 你在這個 瀏覽器 你可以 就打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 那選擇考試的種類之後 可以去 再選擇 考試地點 日期 時間 那線上用這個 信用卡 交費 那目前是沒有 簡體或繁體中文考試 那 據我了解 大概要到 2017年的 下半年度 可能 才會有 這個 也許簡體版的考試 那 曾經有 有過 但是 已經取消 那 所以我們現在 也當然就是 希望它 朝著這個市場的 這個 需求方式去 發展跟進行 那 第二呢 是NSCA NSCA的話 你要先到 NSCA官網註冊 它跟 ACSM的註冊程序不太一樣 那 那先到NSCA的官網註冊 那 選擇考試種類 那 再來就是 交費 再來你就會收到 PSNVUE的E-mail通知 它會給你一個授權ID 那麼 你再根據這個 到PSNVUE的 NSCA專頁上去註冊 那麼 這個 就會是不一樣的程序 所以要區別 那再來就是你可以再 繼續進行選擇 考試地點 日期 時間 那 目前呢 有簡體版的中文考試 所以 可以選擇任何的考場 包括在台灣或大陸 都可以 那 ACE的話 你要先到 ACE的官網註冊 再來就是 到 這個 網站上去選擇 考試的種類 你可以買 套裝的研讀資料 再就是 線上 信用卡繳費 再 你就可以選擇 考試地點 日期 時間 那你就會收到 ACE的E-mail通知 你要先上傳 CPR AED證明 那麼它就會審查以後 告訴你 就是 一個考試的 這個 那你就要列印出來 帶去考場 那你可以自行報考 但是這是只限英文考試 中文考試的話 你還是要參加培訓 那 NASM的話 你要到 NASM官網註冊 那麼 選擇套裝的研讀資料 它有好幾種 等一下會看 再來就是 線上信用卡繳費 你要致電要求 安排 PSI國際考試中心的 考試地點和日期 這個作業時間會很長 要大概到一個月一個半月 所以這是非常比較 這個怎麼講 就是比較沒有效率的 它們的系統就是這樣子 那若為 這個NCCA認可的CPT 那麼這只有英文考試 還有另外一種 稱為是International CPT 這也是它的Handbook上面 就有著名說明的 那你就可以在 線上去購買英文的研讀資料後 再加自修和考試 那麼如果是參加香港或代理商 它的培訓的話呢 是中文研讀資料 所以也會是有中文的考試 但是這個是 不能算是正式的考試 因為它不是PSI所監考的 所以它的這個證書格式 也都完全不一樣 好 那這個是提供的佐證資料 你可以 這邊我們就要快速瀏覽過去 這是ACSM的報考方式 你可以看到選擇這個考試的地點 它會 你給地址 它也可以告訴你大概有哪些地方 那ACSM的考試的 這個PSM VUE的場地是很多的 那相對來講 NSCA就很少 像比如說台灣就只有一個地方 就是在台北市市府轉運站附近 大概200公尺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NSCA的報考方式 我們瀏覽過去 那AC1的報考方式呢 這個是它官網上 你必須要去購買這個研讀資料 那研讀資料它是包含考試的 所以它有好幾種套裝的那個 就是差異 那你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去選擇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這個考試的地點也是你可以選擇國家 那它會列出大概有哪些 你可以選擇的這個考試的地點 這樣子 那然後再就選日期 像這種日期都是看這個考試的地點而決定 然後它們會有開放哪些時間 那就根據它所列出來的去看自己適不適合 如果不適合你再換就可以了 那這個是AC1的 就是必須要這個 就是如果選完以後 它會把這個詳細的資料告訴你 這個也會有中文的這個地址 那麼另外就是NASM的這個報考方式 也是一樣在網路上先選擇 就是這個套裝的研讀資料 有各種的那種包裝 那選擇自己比較能夠負擔得起的 或是需求的這個內容 那那個如果是在官網上選擇 它這個有一些區別 如果是每家地區的話 其實就程序上會比較簡易 像你選擇它的協會 這是PSI的那個考試中心 那你選擇這個 這個組織就是NASM 那如果是我們非美加地區的話 這個這邊有寫號 an exam outside of the US and Canada 你就必須要打這個電話 8004606276 option 2 那去要跟它打通了之後 要跟它溝通 你這個要考這個CPT 那它幫你做這個就是交費的方式 線上信用卡 然後呢它要幫你這個把資料建檔 然後它要給PSI 那另外你要再跟PSI再來做接洽 後續的聯繫 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那那個電話 像我在先前考的時候 那個電話大概都要等差不多5到10分鐘 才會有人接 所以這也給各位一個經驗分享 其他的系統通通都是線上 大概幾分鐘會全部完成 這是唯一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看這個 這是非美加地區 這個你選的那個考試點 後面這邊是空的 這沒有辦法做任何的運作 如果是你是在美加地區 你選擇的那個國家之後 後面跑出來的就是州 或是考點的那個詳細地址 它是不一樣的 好接著看報考的條件 那幾乎都是要18歲以上 就是CPT嘛 18歲以上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 幾乎都是類似的規定 這我就不多講 ACSM、NSCA、ACE幾乎都是一樣 只有一個最奇怪的就是NSM 其他這三個協會它都是CPI、AED 這個不是在當下要考試的時候帶去審 只有這個NSM在考試的時候 你要帶去考場去做驗證 如果沒有帶就不可以考試 另外前面這三個組織 它都是18歲以上 而且也要高中畢業或同等學歷 這個叫做且 但是NSM它的handbook上面寫 大於等於18歲 或者 或者 或者高中畢業 或者高中畢業 所以這個是一個或的條件 不是同時成立的 所以就是說是有一些不同的 另外像ACE也比較特別 你在註冊的過程 就必須要先上傳CPI、AED 像這個NSCA的話 它是要考試之後一年內再寄過去 給他們做審查就可以 那這個ACSM不是 它這個是叫做Random Audit 它是隨機抽大概四分之一的機率 抽到的話 你一個月內要回傳證明 所以規定都不太一樣 比較危險的是NSM 你要帶去 如果沒有帶是不可以的 所以你必須要事前就考到 所以規定都不太一樣 那這邊就是佐證資料 像ACSM的必要的 先決的一些 條件 就是資格條件 可以瀏覽看一下 這個是NSCA的 它的條件 所以最好還是要先考好 那個CPI、AED 到處都可以選 那要提醒就是那個AED 是要操作的 不是只有書面的 最好是考國際認可的 不要考縣市政府辦的 那個通常都會有問題 時數不夠 還有它沒有公信力 還有最好你那個CPIED 是要那個證書 上面是要那個英文的描述的 比較保險 那NSCA的 這是它的條件 那ACE的 在這邊 那這個是 那個NASM的 它就是你看這邊寫 Candidate must be at least 18歲 或者是 have a high school diploma or GED GED就是他們 那個同等學歷的考試 它就是高中文憑的意思 那另外就是 這個考試這邊特別提到 那個它是由PSI辦的 另外 你一定要帶CPI、AED去考場 這是它特別規定 這邊特別有寫 Candidate must present both 科恩的CPI and AED certification 如果沒有的話是不行的 好 再來就是考試內容範圍 那這些考試呢 它們現在都已經把它統一 叫做Domain 就是第幾個單元 那像ACSN 就這四個單元 這是細節我都不多談 它的這四個單元 各自都有占比 所以它是有方向的 不是就是隨便你這個 隨便亂念的 不是它是有方向的 所以是也可以根據它這個 Domain 1、2、3、4 去看它每一個Domain 它有詳細的一些範圍 比如說這個Domain 1 它必須要有合乎它的 A、B、C、D... 一對 你可以看這個相關的網站 它有PDF等 仔細去比對 你有沒有念對它的 這個檢核的一些內容 那NSCA也是類似的 它也有它的Domain 這個是等一下我會再另外說明 155題 各自它的Domain就是這四個 1、2、3、4、4 那還有一個很特別 不管任何老師它都有一個非計分題 非計分題就是說 像這個NSCA有15題 也就是它這15題是不計分的 那不計分是為了它要擴充它的題庫 它要知道說有多少考生答對這題 那它要去做這個 它的難易程度的分類 那這個是NSCA 它的Blueprint就是 就是把它的每一個Domain 各自所具備的內容去做解析 必須要考哪些範圍 所以這是有方向可循的 那ACE也是有Domain E 這個2、3、4這樣子 好這是四個 另外就是 這個NSM它的Domain有六個 各佔的比例是這樣子 所以每一個協會它都有規範 所以是可以去檢核自己有沒有念對範圍 或是有沒有遺漏的地方 那所使用的教材呢 這邊就是把它的封面跟它的目錄 提供給大家參考一下 那像教材 ACSM就是用這本 ACSM Resources for the Personal Trainer 你看這個算是第四版 最新的版本 一有新的它一定是用新版的 你看就那個 雖然是大同小異 但是你要注意有沒有大概版 那這個是它的教材的目錄 我們也是稍微瀏覽一下 好這是NSCA的教材的教科書 Essentials of Personal Training 就是它的內容是最豐富的 你看有二十多章 二十五個章幾 很多 那它的深度也是最高的 那另外它還有一本 就叫Exercise Techniques Menu for Resistance Training 這是最新版的 這是今年剛出來第三版 那這是它的內容 好再來就是ACE的教材 是用這本 Personal Trainer Menu 編的也不錯 那它有大概有十八個章節 那NASM的教材是這本 它也是新版的 那它的內容有十六個章節 來瀏覽一下 那及格機率 及格機率的話呢 那個ACSM它的計分方式先了解一下 大概是200到800分 550分是及格 那比較新的這個及格機率 看這個表上面所列的 2015年寫的是這個通過率是54% 所以大概歷年的比較 這樣看來是有降低的趨勢 那再來就是NASCA呢 它的這個分數 它是指標變成是這個要過70分 就是那個100裡面要過70分才有 那通過率大概是58% 另外那個CSCS反而比較高一點 63% 另外它這邊描述考題的內容 我們剛剛看過 這個是ACE的 那ACE的話呢 還有這邊我補充說明 像這個寫150個Multiple Choice Equations 它這個不是多重選 我們中文都講這個 不對 它是四選一 就是單選題 就是你那個 不能看這個 不是我們想像中那麼困難 不是啊 它是說全部都單選 單選都很難 怎麼可能會多重選 那ACE的那個指標是 跟ACSM一樣 200到800 然後這個及格分數是500 那通過率是2014年的數據是67% 那ACE的人數看起來是比較多的 就是總人數 那NASM呢 它是120題120分鐘 那分數指標是用100分的 那要70分 過70分才及格 但它120題120分就是一題一分鐘 是非常的緊湊 在考試的費用 那我把它換算成RMB 或者是這個就是美金算過來 有人民幣跟台幣的比較 大概像這樣子 那這邊所列的是 是那個非會員的 就是ACSM跟NASCA的非會員 所以看起來比較貴 那我在比較表上面還有再增列 那個就是會員價 那會員呢其實不貴 如果你參加會員再多個 3000多塊吧 NASCA的話 這樣子考試 你參加它的任何考試 它的費用都會下降很多 另外你可以看它的期刊 或者是它的還有很多的benefit 其實是非常划算的 那以前我也不是NASCA會員 後來我因為要考到證照 我就加入會員 那其實是好處非常多的 那我是非常鼓勵你就加入 如果是學生更便宜了 所以是很划算的 那你看它就 這個ACSM9500多 然後NASCA1300多 AC112000多 NASCA到前13000多 那NASM是19000多 所以這個看起來就是NASM是最貴的 那那個 那個 ACSM的會員價呢 這個等於我們都有算成那個台幣 你可以再去比較 所以其實是滑得來 這是NASCA的 會員價是這個300塊 其實他們都是非營利組織 所以其實都是手續費而已 那這個是 另外我補充那個NASCA 它的會員的 那個 就是費用 學生就是看這一欄 其他的人呢就是這個 就Professional 那這個 會員的話是 學生就是一年65塊美金 Professional的話 一般的就是120塊美金 大概3000多塊 所以你看這個 這邊是它的一些好處 NASCA有發行這個很好的期刊 所以你可以看它的期刊 然後電子檔 那個 還有呢 ACSM也是一樣的那個 同樣的享受的內容 那另外就是Discount 就是大家會比較多 你看這個 它說 prefered pricing at the NSCA store 或者 或是這個 prefered pricing for certification exam 這個標 應該是要標在這裡 它這個 價錢都會便宜很多 所以還有其他的好處 我是覺得非常划算 可以給各位做參考 那 另外呢就是 如果是在中國內地的話 那個參加NASCA考試 就是他們現在這個費用 我看了一下 NASCA上海 他們費用非常便宜 NASCA CPT才1880這個人民幣 所以1880人民幣等於是這個 相當於省掉了 你可以過來這邊看 NASCA 2884喔 變成是1880 省了1000塊人民幣 但如果你是參加NASCA的會員 再來報考的話 其實 你的這個價錢會省下來 那省下來錢是加入會員的 所以你的好處會更多 所以那個等於是NASCA上海 它加入的那個 它是把這個費用是 下降是因為加入會員 但它所謂加入會員 是加入NASCA上海的會員 不是加入那個 美國NASCA的會員 所以是不一樣的事情 是不一樣的事情 所以你可以比較看看 你的需求是什麼 另外就是制度也不同 如果你是要在大陸報的話呢 那可能要問看看 你所提供的這個學歷背景 他們是不是可以 有能力去做審查 因為它是事前審的 那如果你是在台灣報考 這個NASCA的話 你的資料 將來是 考過之後 如果你有過 過了之後 再寄給美國去審的 美國它自己會找人看 那你不用擔心 那那個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這兩套制度是不一樣的 你要看自己的狀況 也要先問清楚 好 那在那個ACE的考試費用 這邊就列在這邊 我們的比價表上面都有寫清楚 那NASM的話呢 它就也有不同的那個套裝的 那個就是價錢 你只考試 或者是你還有買研讀資料 價錢不太一樣 好 那最後就是這個 世大證照的比價摘壓表 我們剛剛前面已經有說過了 好 那這個代表在這邊 在歷史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 整個看起來 那個 就是說每一個 證照它的體質 這個 都完全不同 我們要根據自己的需求 那也有些學員會問我說 哪一個好 其實 都有它的特色 我也不能告訴你哪一個 比較好 這四個都還不錯 也都各有特色 那ACSM跟NASCA 它的走向比較類似 它都是Evidence-based 好 那ACE跟NASM呢 我覺得ACE是屬於 都有的 就是也有 也有講 也有ACSM跟NASCA的精神 也有部分 NASM的精神在裡面 所以它比較像是中和體 那NASM呢 它比較有一點點爭議 我也看過一些 這個專家學者 對NASM的一些批判 那 但是我覺得 它也有一些 在商業上 或者是說 私人教練上面 比較容易應用的 一些知識內容 我覺得各有它的特色 只是現在 考它的考試 有一些爭議 那有一些代理商 或者是 這個考試 他們會 可能是搞不清楚它的制度 就是會讓人誤以為 他們 這個中文考試 就會是NASCA認可的 其實並不是 除非是去考PSI的 那不然的 那些證照 都不算是真正的 這個 我們一般所認為的 NASCA認可的 它只是一個 研習證書而已 所以這點 可能要先釐清 就是你的需求是什麼 不是說不好 或是說隱瞞 不是 你要看你的需求 你拿的是 International CPT 它也是一個證書 但它是屬於自我研習的 自我研習的 很多 ACE有一大堆 Specialists 通通都是自我研習的 那 那個ACSN 跟SCA 比較沒有走這種路線 所以 你要自己斟酌有沒有這個需求 好 那另外就是像這個 NASCA 剛剛講過 它現在是目前已經有中文考試 有中文考試的話 其實它 你可以自行研習就去報考 那麼你可以看到一些 這個廣告宣傳 他們會說官方 這個主辦 其實沒有官方這件事情 沒有官方這件事情 包括ACSN也沒有官方 所以中國大陸它 這個 包括 包括 某一個學校 還有一些機構 他們會 宣稱 得到 這個 美國官方的授權 其實都是 只是辦 Workshop Workshop 跟 考試的 這個 內容的 緊密度 是很鬆散的 它並不是 針對 這個 考試的內容 去辦的這個培訓 所以它不能叫做培訓 培訓就是有一個目標 就是希望能夠通過考試 那 研讀的資料呢 必須跟 考試的內容緊密結合 那 像它所 官方所 這個 釋出的那些 這個考試的範圍 或是教材 必須要以那個為基礎 去做培訓 才會是 非常 學習上是有效率的 或者 只是去聽這個 制度的介紹 那 其實是 有一點 這個 就是說 廣告的意味在內 所以 這個 我們 消費者 可能 教練 賺的錢 也是辛苦錢 血汗錢 所以必須要 仔細再斟酌 是不是有這樣的必要 那 這個 考試的費用呢 我剛剛也提過 就是會員 如果你可以的話 我覺得ACSM跟NSCM 它是有另外的優惠 就是 你考的證照 也許不會只有這一張 他們 ACSM它有這個五張 NSCM有四張 那 本人呢 已經都 在今年 全部都拿到了 就是ACSM的五張 跟NSCM的四張 我全部都已經拿到 那 在 未來呢 在三個月內 我希望能夠把 AC跟NSCM 全部也都拿下 那 這個 指日可待 每個人都有自己努力的目標 那 再就是這個 學習管道 剛剛也說明了 就是其實 都是可以自我進修 或者是參加培訓的 那 這是我在 這個 比較照顧表上面的介紹 另外可以瀏覽一下 它的證書的格式 大概長什麼樣子 那 是ACSM的CPT 這是 NSCA的CPT 這是 ACE的CPT 這是 NSM的 NCCA認可的CPT證照 是這一張 另外還有一種呢 是屬於 研習證書 它是 這個 就是 International CPT 它並不是 NCCA認可的 所以 不太一樣 這個是參加一個課程 可能有中文的考試 那個考試的難易度 也有很大的差異 所以其實 不是不好 是說看你的需求 來決定你要什麼 都好 那麼 非常感謝 大家 這個花了 一些時間來 聽我做這樣的 這個解析和介紹 我是林家智 如果各位 有需要再進一步 釐清的一些訊息 或是有什麼樣的疑問 歡迎和我聯繫 好 謝謝大家